第六十一章 想象不出 马车在路上缓缓行驶 奥黛利的视线不自觉又投向了窗外 不少行人站在路边 盯着拉车的马匹 眼中仿佛冒着绿光 成功领取到食品的信任 遮遮掩掩地穿过街道 奔向自家所在的地方 一对对穿黑白格制服的警察巡逻于街上 腰间别着左轮 手里踢着短棒 震慑着一个个想冒险的家伙 最近我们都不敢独自上街了 奥黛利旁边的贴身女仆安妮 小声嘀咕了一句 奥黛利轻轻汗手 未作回应 过了一阵 马车来到佩斯菲尔街 停在了圣塞缪尔教堂门前的广场边缘 那里成群的白格已不知去向 一片空荡 卢恩慈善助学基金和之后成立的卢恩计评基金 卢恩医疗慈善基金都从佩斯菲尔街22号 搬迁到了教堂内部的几个小房间 因为原本所在的建筑 在前段时间的空隙里倒塌了 对这三个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而言 那是一段惊险的回忆 若不是各自因不同的缘由 提前离开了佩斯菲尔街22号 早就成为了遇难者 走下马车 通过大门 奥黛利看见一位黑发贺童 脸型偏瘦的少女迎了过来 不等对方开口 她主动说道 梅丽莎 还有食品可以发放吗 梅丽莎表情沉溺地摇了摇头 就连我们救济的那些伤残士兵 都领不到足额的食品了 奥黛利毕律的眼眸黯淡了一下 没表现出自身的无奈和软弱 微微点头道 我会想办法的 来自白银城 来自被诅咒之地外 格尔曼 斯帕罗的话语 回荡于阿达尔 辛赫鲁斯等月城狩猎小队成员的耳中 让他们恍然如梦 久久无法回神 就在阿达尔逐渐找回理智 真卓卓想说点什么的时候 天生没有鼻子的 心里激动地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白银城在哪里 是什么样子 离这里有多远 诅咒之地外面 还有多少正常人 克莱恩扫了他一眼 用不寒感情的声音回答道 白银城在这片被诅咒大地的另外一边 他们发现了一种 可以正常食用的植物 叫做黑面草 这让他们维持住了族群的稳定 能有效地探索黑暗深处 寻求离开的办法 他们最近又找到了一些蘑菇 这些蘑菇 能以怪物的血肉为养分 接触各种不寒毒素 和疯狂的果实 白银城进一步摆脱了疯狂 等到新生代长成 就算年迈 也不会那么容易失控了 这些话语听得阿达尔和星 他们怅然若失 仿佛自身的坚持 不再有任何意义 格尔曼 斯帕罗描述的白银城生活就是 他们能够想象的最美好的场景 而别人简简单单就拥有了 他们的新生里有畸形者 星用梦一般的口吻问道 克莱恩摇了摇头 几乎没有 他们的父母会在身体状态下滑 不 年老后 自己走入黑暗深处吗 阿达尔下意识跟着追问道 穿黑风衣 戴礼帽 提马登的克莱恩回答道 不会 因为他们背负着是亲的诅咒 一条生命 如果不能在血脉亲人的手里终结 将已变成可怕的恶灵或者怪物 月城狩猎小队的队员们 终于找回了一点真实感 内心就像慢慢升温的湖水 逐渐冒出了一个又一个气泡 这些气泡脆弱 空洞 一戳就破 里面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但却闪烁着某种叫做希望和光明的东西 两只眼睛近乎挤在一起的鲁斯 忍不住重复起心后面那个问题 诅咒之地外面还有多少正常人 克莱恩目光略显复杂地看着他们道 基本是正常人 不用时刻担心怪物袭击 不用害怕置身黑暗 不用在年老后变得疯狂 不用背负各种诅咒 每天起床都能看见阳光 每天的食物都足够正常 每晚都有红月升起 但是 这一切现在都在遭受着破坏 克莱恩默默于心里补了一句 这一次 阿达尔 辛赫鲁斯等人都有些茫然 因为格尔曼斯帕罗描述的画面 他们似乎能想象 又似乎不能想象 就如同 他们阅读残留不多的古代点击时 可以领会到一定的精神 却难以真正理解某些内容一样 什么是太阳 什么是红月 他们根本没有概念 不过 每天都是正常的食物 不用背负各种诅咒 不用总是担心怪物袭击 不用害怕置身黑暗 不用在年老后疯狂 是他们日夜渴望的美好 这个世界 还有这样的地方 这就是古代典籍里记载的天国吗 这片大地 真的是被诅咒了吗 月城狩猎小队的成员们 又一次陷入沉默 他们之中 有人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问点什么 有人想要带格尔曼 斯帕罗回月城 将这个消息告知大祭司 告知所有人 却又害怕隐去危险 这个过程里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戒备 放弃警惕 对于他们这种态度 克莱恩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反倒认为这是能延续到 现在的神器之地 文明该有的表现 他提着马灯向左侧迈步 试图绕过这些 或为瘦皮 或穿奇怪 材质衣物的人类 继续往东 无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否值得顺手帮一下 他都打算 等一会在调查 在倾听再考虑 因为他的灵性 直觉告诉他 目的地已经不远 传说中的西大陆 就在前面两三小时路程处 克莱恩刚一迈步 阿达尔等人 立刻弯下了腰背 做好了防御和攻击的准备 但他们 没能等到格尔曼 斯帕罗靠近 看着他向左行了十几米 折而前行 眼见这位穿奇怪黑色衣物 戴奇怪黑色帽子 替奇怪 透明灯笼的年轻男子 渐行渐远 昏黄的光芒越来越小 脸上长了不少肉流的阿达尔 表情变换了几下 高声喊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克莱恩没有转身 踢着散发出昏黄光芒的马灯 边往黑暗深处走去 边正常开口道 一个传教士 传播我主光辉的人 阿达尔和星等人互相看了一眼 表情里透露出的都是困惑 他们犹豫了好一阵 就在那昏黄的火光 几乎只剩一点时 全部本能迈步 跟在了克莱恩身后 他们不敢靠近 又不想脱离 就这样背负着之前狩猎来的食物 似监控似防备 似追随的沉默迈步 而克莱恩走得不快不慢 保持着大致的速度 没去等待 也没尝试甩掉 就这样 两边都极为安静地 在悉数的闪电下行走着 不知什么时候 鲁斯和另一位狩猎小队成员 脱离了队伍 拿着兽皮灯笼 和收获的食物 转了个像 无声消失在了 看不到边际的黑暗中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克莱恩终于停下了脚步 借助划过天空的闪电 他看见几百米外宁 固着一片灰白的雾气 这雾气连接着大地 一直蔓延到高空 仿佛没有顶部 同时 雾气向两侧延伸着 漫无边际 克莱恩专注地看了好久 哪怕中间有黑暗隔断 也一直缓慢仰头往上 在第二道闪电平息后 才收回了视线 这雾气之后 或者之中 就是消失的西大陆 克莱恩心情凝重地想着 呼吸都忍不住放慢了一些 他提着马灯 继续前行 一直到那昏黄的光芒 都能照出凝固的雾气 无需做别的尝试 克莱恩的占卜家 直觉就告诉他 那片灰白雾气 是无形的屏障 不是常规方法能够通过的 他想了想 伸出右手 向斜前方的黑暗里 抓了一下右一下 连续四五下后 克莱恩从空气内 拖出了一根 镶嵌着多种宝石的黑色手杖 这是新之杖 被克莱恩用旧日之河交换来的 变为零杠62的恐怖封印物 当然 克莱恩目前只是召唤出了 新之杖的历史恐隙影像 这样一来 即使他脑海内 有不需要的画面呈现 即将有相应的效果激发时 他也能通过解除 被历史恐隙影像的维持 及时终止危险 对一名古代学者来说 这是日常使用 灵级封印物的最好办法 只是时效有限 目前不能超过三分钟 而且 效果和原版有一定的差距 用密友持握新之杖 是无法规避负面影响的 因为密友需要操纵 有操纵 就大概率有画面的传递 当然 如果进行有准备的战斗 克莱恩不会这么做 因为那将占据他 宝贵的三个召唤名额之一 而且 新之杖 虽然目前已属于他 但只是强迫属于 处在封印状态 再加上这灵级封印物 本身位格是相当高 克莱恩没法一次就召唤成功 往往得三到六次不等 在激烈的战斗里 这需要足够的机会 不是那么容易 正因为如此 做有准备的表演时 他会提前催眠自己 在特殊状态下 使用新之杖 把召唤历史恐隙影像的机会 留给信使小姐 阿兹克先生 阿里安娜女士 威尔 昂塞厅等熟悉的天使 拿着那镶嵌各种宝石的黑色手杖 克莱恩脑海里 自然浮现出了一幕虚幻之门 缓慢打开的场景 手杖上的宝石随之闪过微光 灰白的雾气表面 飞快勾勒出了一扇 不过真实的大门 这大门无声敞开 后面依旧是灰雾 开门不行 克莱恩对这个结果不算意外 但依旧有点失望 他想了想 准备换个方法 可是 就在他想的时候 新之杖随着画面的呈现 自行激发了 第62章 传播光辉 刚才克莱恩思考办法的时候 脑海里自然就想到了一幅画面 两座山峰间的云海 急剧沸腾 向着左右分开 露出了一条幽暗 看不到底部的缝隙 橘红色的黄昏光芒填入其中 形成了实质的道路 这是独身者阿蒙 进入巨人王庭梦境投影时 制造的场景 而就在克莱恩觉得自己 对相应能力没有足够了解 打算换一个方法时 新之杖上镶嵌的红 绿 蓝 透明等宝石 以绽放萌萌微光 自行激发 凝固的灰白雾气 同样沸腾了 只是不那么剧烈 它们倒卷着 向两侧分开 但前方依旧是无边无际的灰白 根本没有尽头 克莱恩在心里叹了口气 一边注意对思绪的控制 一边做起别的尝试 三分钟里 他至少进行了十次努力 有七次是自身愿意 有三次属于应激而发 但都没能打开那无形的屏障 正常的办法果然不行 克莱恩手腕一抖 让已接近维持极限的 灵刚62历史投影 消失在了现实世界 他凝望着那片 毫无声息的灰白雾气 几十秒没有一点动作 就如同原地变成了雕像 终于 克莱恩闭了闭眼睛 收回视线 提着那盏马灯 向着不远处 窥探这边的人类走去 他不打算继续做盲目的尝试 因为这大概率不会成功 他准备询问那些 在附近坚守了两三千年 明显对这片灰白雾气 有过探索的古代移民 看能否从他们长久以来 日积月累的经验里 找到灵感 按照克莱恩的预计 那些人类对自己的靠近 必然会做出较为过激的反应 已经准备好了相应的能力 让他们能心平气和地 与自己对话 可是 当他就着两边灯笼的 昏黄光芒望过去时 却发现 那一个个或丑陋 或畸形的人类 都嘴巴微张地看着这边 表情又迷茫又震惊 仿佛短暂 失去了思考能力 克莱恩眉头微皱了一下 在深沉的黑暗里 步伐不快 你们对这雾气 有什么了解 克莱恩用巨人语低沉问道 这种能撬动自然力量的语言 并不存在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差别 只稍微有一点口音的不同 但也不会太多 因为若是在原版的基础上 进行了异化 大概率就会在仪式魔法上失去效果 直到格尔曼 斯帕罗提出问题 阿达尔似乎才回过神来 他嘴唇吸动了一阵 达菲索问地开口道 我们 我们都没有让雾气出现过改变 刚才格尔曼 斯帕罗让雾气如水沸腾 向着两侧分开的画面 真的吓到了他们 有一种在目睹神迹的感觉 越成两三千年 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 都比不上对方拿着手杖 一两百次心跳间的尝试 这也就是他们 在格尔曼 斯帕罗靠近时 放弃抵抗的主要原因 他们本能 就认为自己 再怎么规避 都不会有任何效果 克莱恩沉默了两秒 继续问道 你们有相应的记载吗 阿达尔这次有点明白 格尔曼 斯帕罗的意思了 犹豫了下 缓慢点头道 哟 不过 只有大祭司 他们才会经常翻看 穿黑色风衣 戴半高礼帽的 克莱恩想了想 突然探手 从虚空里 拿出了一件物品 那是一个染满铜绿 突出好几根尖刺的十字架 源于远古太阳神的 无暗十字历史 孔系影像 克莱恩拿着这十字架 将它举高了一点 对准了那群古代移民 纯净 明亮 温暖的光芒 绽放而出 驱散了周围的黑暗 照在了阿达尔和星等人身上 他们的战斗经验 让他们条件反射般 试图做出防御 但源自本能的舒适 让他们的动作 只完成一半就纷纷停止了 那种光明 那种温暖 绝不是火队能够比拟的 这让月城狩猎小队的 剩余成员们 恍惚中 想起了古代点击里 和大祭司口中的神灵 散发无穷光明 带来无穷温暖的神灵 明镜光芒的照耀中 一股股扭曲挣扎 仿佛有自己生命力般的虚幻黑气 从阿达尔 星等人身上挣腾而起 飞快消散 月城狩猎小队的成员们 只觉身体有变轻松 灵魂内的压抑随之不见 净化完目标体内 急剧的污染和疾病后 克莱恩手腕微斗 让无暗十字消失在了身前 紧接着 他又往斜前方抓了一下 从虚无理 拖出了另一根手杖 普普通通的原木色手杖 这是曾经的白银城风硬物生命手杖 虽然克莱恩 已经将他献祭给黑夜女神 但只要古代学者曾经拥有过的 都只会换一个方式陪伴他 拿着生命手杖 克莱恩上前几步 用杖头 处了一下月城狩猎小队的领头者 刚才的体验 让阿达尔没有闪避 他脸上的肉流开始崩裂 流浓 淡化 收缩 消失 到了最后 就连一点伤疤都会残留 阿达尔从队员们的眼神里 知道了自己的变化 有些犹豫 有点迟缓地抬起右手 摸了摸自己的脸庞 从上到下 从下道上 连续几遍 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比刚成年时还好 克莱恩没有看他 携走一步 又用生命手杖治疗起 其余古代移民 有了阿达尔这个榜样 星等人一边戒备和警惕 一边接受了杖头的触碰 然后在无法言喻的感觉里 获得了新生 其中 情绪本就容易激动的两个畸形者 已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可惜啊 不能治疗天生的缺陷 精神方面的疾病可以治 有些疯狂的倾向却治不了 克莱恩向后收回右手 让生命手杖的历史投影 凭空消散 他走至原本的位置 转过身体 望着那群古代移民道 我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毁灭 是为了传播我主的光辉 带来光明与温暖 回去告诉你们的首领 我在这里 如果他愿意 可以过来 他没试图问出 这群古代移民的聚居点在哪里 也没打算直接过去 因为这会激发最强烈的抗拒和警惕 所以 将主导权交给对方 是最合适的处理办法 阿达尔和辛等人 此时已被对面传教士格尔曼 斯帕罗不断凭空 拿出各种神奇物品的表现 震撼了心灵 愈发觉得 自身在走进神界 并且已经接受了神光的洗礼 让身体状况恢复了最佳 甚至超越了最佳 好的 几秒后 阿达尔开口做出了回应 就在他们转过身体 准备返回越城时 黑暗深处一点点火光亮起 飞快游远极近 未守者是未套着身踪兽皮的老者 他头发灰白 杂乱垂下 脸上是一道道真正的沟壑 大祭司 看清楚对方的模样后 心脱口喊道 来者正是越城大祭司尼姆 尼姆身后跟着鲁斯等 提前回城的狩猎小队成员 和好几位较高序列的非凡者 尼姆对阿达尔和辛等人点了点头 走至队伍的前方 看着那自称传教士格尔曼·斯帕罗的男子 双手交叉 行了一礼 尊贵的客人 我是越城大祭司尼姆 越城曾经是属于吸血鬼的城市 但那个文明 在古老的年代里 已经被毁灭了 之后 我们接受伟大的太阳神 创造一切的主命令 迁移到了这里 看守这片灰白的雾气 并做相应的尝试 哪怕后来这片大地被诅咒 主不再回应我们 也未放弃 到今天 已过去3722年 第63章 永恒不变的迷雾 3722年 果然是在远古太阳神 还活着的时候 被派到这边的 克莱恩有白银城 在黑暗中 坚守了2000多年做参考 轻松就能印证 越城大祭司尼姆的话语 他轻轻汗手 开口问道 你们看守这片雾气 是在预防它发生一变 裹着身踪兽皮的 越城大祭司尼姆摇了摇头 主给我们的神域是 每日看守 注意是否有人从雾气中走出 从雾气中走出 远古太阳神域感到 这片雾气中会走出一个人 如果雾气里 或者雾气另外一边 真的是西大陆 这是否表明 里面可能还有生命 还有文明 克莱恩厅的心中 涌现出了一阵 难以言喻的悸动 但又深刻地认知到了 一个事实 阿蒙的父亲 第二代造物主 竟然都没法打开 这片灰白的雾气 需要派人到这里看守 是必须有特定的办法 才能通过这无形的屏障 呃 道调人先生提过 天灾女王高西纳姆说 也许需要皱纹或者口令 还有 前提是 西大陆已经重现 克莱恩看着那位脸上 有一道道明显沟壑的 月城大祭司 表面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想 他们已经向你介绍过 我是一个传教士 来这片大地是散播主的光辉 月城大祭司尼姆 保持着平静 用和长发同色的灰白眼眸 望向克莱恩道 阁下 你信仰的主是哪位存在 克莱恩本能就想直接回答 可考虑到之前预设的 传教士身份 又忍耐住羞耻 以小丑的能力 控制脸上的肌肉 露出略显狂热的神情道 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的主 这片大地的拯救者 伟大的愚者先生 愚者 月城大祭司尼姆 和阿达尔等人 没想到会听见这样一个单词 一时又认为奇怪 一时又莫名 觉得这仿佛藏着无穷的哲理 最终 他们的注意力 还是放在了那句描绘上 这片大地的拯救者 尼姆忍不住侧头 看了阿达尔他们一眼 打量起 他们焕发着光彩的脸庞 作为一位序列寺的半神 他很清楚 这是体内极具的毒素和污染 以被净化的表现 并且 狩猎小队的成员们 还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若非他看着这批年轻人长大 记得他们发生异化前的样子 现在肯定不敢确认 这就是月城的居民 见大祭司望来 阿达尔立刻略显激动地说道 斯帕罗阁下 祈求来了神灵的赐予 拯救了我们 是 我们看见了光 我们感受到了温暖 没有鼻子的心紧 跟着补充道 经过刚才的洗礼 他以不知不觉 对格尔曼 斯帕罗口中的主 产生了一定的信仰 比起永远不会回应祈祷 漠视着月城苦难遭遇的造物主 这位存在更像神灵 鲁斯和另一位 回月城通知大祭司的狩猎小队成员 贪婪地看着之前的同伴们 对他们获得的新生 又羡慕又向往 大祭司尼姆收回视线 重新望向穿奇怪衣物 戴奇怪帽子的格尔曼 斯帕罗道 伟大的愚者先生 是这个世界 不 这片被诅咒大地之外的神灵 克莱恩郑重而缓慢地点了下头 是的 那 伟大的太阳神 创造一切的主呢 尼姆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出了 心中最渴望知道的那个问题 克莱恩改用一种神棍的口吻道 王们 背叛的那位存在 鲜血 愤怒 污秽和阴影 开始流淌于这片大地 巨大的灾难因此开启 尼姆的瞳孔略有放大 似乎要吸纳更多的光 以看清楚眼前的事件 他艰难地 竭力压制着什么的开口问道 您的意思是 主因此 因此陨落 不仅仅是陨落 血肉还被背叛者们分食 这片大地因此被诅咒 克莱恩仗着在神器之地 大胆地说出了这句话 他没有刻意区分阿蒙兄弟 与其他六位天使之王 打算让越城的居民认为 所有天使之王都是背叛者 这样一来 将来 他们就不会被阿蒙蒙骗了 这大半年的跋涉 和各种试验 让克莱恩确信 神器之地真的被封印着 或者说 从方方面面都和外界隔绝了 仅有的连通点 要么是巨人王庭那个出口 要么是元宝这种层次的事物 所以 克莱恩在这里使用心智障 只能于内部转移 无法前往脑海内 勾勒出的那个外界场景 另外 旧日之河 甚至连历史恐隙影像 都被压制着 隔绝着 克莱恩刚一召唤成功 投影立刻就被环境吞噬了 根本没法使用 这让他怀疑 旧日之河第三层 哪怕对真神 对真实造物主都有些危险 听到格尔曼 斯帕罗的话语 跃成大吉斯尼姆的身体 轻微晃了一下 布满沟河的脸庞 瞬间灰白 他身后的非凡者们 脸色也都出现了变化 仿佛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有的甚至直接有了失控的征兆 克莱恩见状 再次探手 从虚空内拖出生命手杖 让他在空气的推动下飞出 准确触碰到了目标 那位非凡者的失控征兆 立刻消失 额头汗水淋漓 仿佛刚生完一场大病 随着克莱恩解除 对历史投影的维持 生命手杖飞快淡化 而跃成的非凡者 终于从刚才的恶号里挣脱 有的满是怀疑 不愿相信 有的低声哭泣了起来 有的将迷茫的目光 投向了格尔曼 斯帕罗 似乎这是最后的希望 大祭司尼姆 不知什么时候 已闭上了眼睛 两三秒后 他重新睁开 看着格尔曼 斯帕罗道 您还有什么想问的 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 他整个人似乎一下 苍老了十几二十岁 身体都透出了 腐朽颓丧的感觉 但又不是完全的绝望 仿佛树木烂雕 却开始孕育 新的希望新的生命 克莱恩半转过身体 用手里提着的马灯 指了指那片凝固的灰雾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尝试打开这个屏障的 有什么收获 大祭司尼姆坦然说道 最初是主的神域 他让我们在看守的同时 是着想办法 通过这片雾气 在大地被诅咒之后 我们为了寻找希望 将这作为了主要的方向 但始终没有实质的收获 无论我们用什么办法 这片凝固的雾气都没有反应 说到这里 尼姆迟疑了一下道 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应 但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反应 克莱恩一下看见了希望 保持着语速的正常 开口问道 是什么反应 见大祭司有些犹豫 没立刻回答 新主动说道 大祭司 斯帕罗阁下 刚才已经分开了部分雾气 比我们这两三千年 做得更加深入 尼姆忍不住 又深深地凝视了 格尔曼斯帕罗一眼 然后说道 1730多年前 当时的大祭司 在月城近2000年尝试 都没有收获的残酷事实面前 有了一个灵感 他感觉不能纯粹地 将这片雾气 当成需要打开的屏障 需要突破的封印 而是视作一个伟大的存在 来对待 他为这片雾气设计了尊名 祈祷词 和相应的符号 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又一次仪式 尝试沟通 尝试祈祷 这真是正常人想不到的思路 我刚才就没有想到 果然 这么多年下来 月城肯定也出了不少思维奇特的人 三千多年的时光 不是白给的 克莱恩内心一阵感慨 微微点头道 之后有了反馈 尼姆用鼻音做出肯定的答复 接着说道 有一次 那位大祭司 将尊名的第一句 修改为了永恒不变的迷雾 然后 接下来的仪式里 他在尾声部分 隐约听见雾气深处 传来了一阵阵声音 可惜 怎么都听不清楚 无法尝试解读具体的意思 从那开始到现在 我们举行过的仪式难以计数 发现并不是每次都有回应 而即使有回应 也未必会那么及时 需要耐心等待 克莱恩脑海念头飞快转动 边思索边问道 大概多少次能成功 没有规律 有时候一次就成功了 有时候一个月也未必有反馈 大祭司尼姆叹了口气道 我们做过不少改进 但都没有用处 后来 你们听清楚了 那些声音在说什么吗 克莱恩转问道 没有 也许是我们的序列还不够高 实力还不够强 尼姆摇了摇头 如果是这个理由 那我可以试一试 克莱恩斟酌了几秒 很有礼貌地请求道 你们能再举行一次正确的仪式吗 我想听听那些声音 这样的礼貌 让尼姆无法拒绝 也不敢拒绝 他犹豫了一下道 可以 但许多材料在月城 您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克莱恩想了想 开口问道 你曾经用过那些材料吗 用过 尼姆略感迷惑地说道 克莱恩断默点头道 那就直接举行吧 告诉我 最近一次用到那些材料 是什么时候 在附近哪里 第六十四章 声音 听完大祭司尼姆的回答 克莱恩提着马灯 沿那片灰白的雾气向右侧 走了二三十步 然后 他半闭上眼睛 仿佛在感应什么 这让跟随 余策后方的月城非凡者们 完全不敢发出声音 害怕打扰到神使 过了四五秒钟 克莱恩伸出右手 缓慢地往前方的空气里 抓了一下 一座石头搭建的祭坛 随之从虚无里落入现实 上面 摆了三根油脂制成的蜡烛 和七八种灵性材料 身为序列四半神的尼姆 看得正了一下 似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之前看格尔曼 斯帕罗拿出手杖 治疗同伴 只是以为 对方拥有空间方面的能力 或是得到了那位语者 先生的眷顾 可现在 他的判断完全被推翻了 因为那个祭坛 那几根蜡烛 那些灵性材料 他都很眼熟 都是他曾经用过的 他竟然能将我用过的事物弄出来 这是源自历史 源自时间的力量 尼姆回想月城残余的部分点集 结合自己对半神的认知 初步有了一定的猜测 这时 克莱恩回过头来 望着这位大祭司道 你可以开始了 尼姆悄然吸了口气 在阿达尔 星河鲁斯等人的注视下 一步步走到祭坛面前 制造出了灵性之墙 看了演技坛上明刻的符号 标识和花纹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按照已刻入自己记忆里的流程 异常熟练地举行起仪式 到了最后 他埋下脑袋 低沉送面道 永恒不变的迷雾 凝固时空的屏障 包容一切的存在 导词还未结束 克莱恩已经将注意力 放到了那片灰白的雾气上 希望能听见 深处传出声音 为此 他让暗中控制的 行于周围黑暗的大量怪物密偶 分散了开来 每隔一段距离摆放一个 雾球不放过任何可疑的痕迹 但直到仪式完成 他什么异常都未察觉 又等待了一会 克莱恩才将目光投向 跃城大祭司尼姆 平淡说道 再来一次 贝克兰德 皇后驱 霍尔加的书房内 得到允许后 奥黛丽推开房门 走了进去 他的父亲霍尔伯爵 和哥哥希伯特 正在讨论一些事情 哦 宝贝 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 霍尔伯爵将目光 投向了门边 奥黛丽没用扮演 真心地勉强笑了笑道 祭凭基金的食物 有了很大的缺口 我想再募集一些 今天拜访了许多贵族 但他们都告诉我 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了 哪怕用金棒购买也一样 说这些话时 那些贵族或是在小客厅 或是在专门用于 下午茶的地方 面前摆放着高品质的红茶 和多种精美的甜点 时不时请奥黛丽评价一句 家里甜品式的厨艺 他们的仆人脸色红润 步伐很轻 几乎不发出声音 以免打扰到贵客 现在这个局势啊 霍尔伯爵闻言 叹了口气 奥黛丽想了想 认真说道 爸爸 我记得家里应该还有不少食物 我是否可以花钱买一部分 奥黛丽 你已经做得太多了 不需要再这样 西伯特 霍尔威皱眉头 开口说道 而奥黛丽 只是望着自己的父亲 没对哥哥的话语做出回应 霍尔伯爵因女儿道来 轻松了不少的表情 又慢慢变得严肃 奥黛丽 慈善的前提是 不影响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这是我希望你牢记的一个准则 身着金白两色长裙的奥黛丽 眉头威皱 又舒展开来 诚恳地说道 爸爸 家里囤积的粮食 足够这栋房屋内的所有人吃一整年 甚至更多 而且 东切斯特郡那边 也还有很多粮食 因为领东郡还未完全陷落 通过尖海军入侵的福萨克军队 并没有袭击东切斯特郡 而海上的福萨克 英蒂斯 费内波特舰队 被罗恩的几支铁甲舰队压制 只能勉强周旋 保护海上补给线 霍尔伯爵看着女儿 碧莉如宝石的眼睛好几秒 忽然叹息笑道 奥黛丽 你真的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和不错的坚持了 但是 我们谁也不知道 这场战争还会维持多久 不知道最后会是怎样的结果 必须预留很多的食物 来应对这一切 我可以接受每一餐 都少两道美味的佳肴 以此帮助那些困难的人们 但不希望让我的餐桌 变得像报纸上 说的那些中产阶级一样 这会让我们完全失去 作为贵族的体面 这是我们每一代 都在坚守的东西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刚才只是做了个比喻 事情的本质是 我更重视家族的存续和未来 重视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只有在不影响他们的情况下 我才展现我的爱心和善良 奥黛丽 我说的话或许很残酷 但你已经长大 是时候听一听了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在我的心里 整个霍尔家族的重要性 是超过我和你妈妈 超过你 超过希伯特和阿尔弗雷德的 在这些之外 先是信仰和好朋友 其次是熟人们 最后才是遍布整个贝克兰德 需要救济的人 如果不影响前面的那些 我不介意帮助他们 但很可惜 我现在必须考虑更多的事情 说到这里 霍尔伯爵自嘲地摇了摇头 很抱歉 让你知道 你的父亲 是这样一个自私的人 奥黛丽专注听父亲说话的过程中 表情先是微有变化 旋即沉淀不见 直到结束 都没再有任何额外的情绪呈现 此时 他默然了一阵 再次问道 可我们已经拿到了 超过本身所需太多太多的东西 哪怕从中分一部分出来 都不行吗 希伯特 霍尔伯爵有点恼怒地插颜道 为什么要将我们辛苦获得的东西分给别人 这是我们地理 牧场里 灵地理出产的 这是我们花金棒购买的 而金钱和资产 是家族传承下来的 是父亲用精准的眼光 和强大的魄力赚到的 是一代又一代积累的 我们做慈善 帮助别人 是额外展现爱心 而不是 我们必须去做 明白吗 霍尔伯爵点了点头 希伯特说的大致没有问题 这也是我的想法 奥黛利抿了下嘴唇 缓慢地点了点头道 我明白 霍尔伯爵收回视线 对希伯特道 囤积的食物必须看守好 如果战争的结果真的无法逆转 你试着联络英蒂斯那几个家伙 给出我们的诚意 战场持续了这么久 他们也死了不少人 许多田地荒废 城市物价飞涨 对粮食 对牧场 对林地 肯定都有很强的需求 加上我在英蒂斯苏西特银行的股份 以及巴伐特银行 贝克兰德银行的部分股权 应该能够收买他们 这种时候 只有先满足了这方面的要求 才能谈亲属关系 英蒂斯和鲁恩经常有联姻 许多贵族间都是亲戚 尤其争气的信徒们 爸爸 你在考虑投降了 希伯特有些诧异地问道 霍尔伯爵轻轻汗手 又一次叹息道 现在这种局势 我怎么可能不考虑 到时候 你就是新的霍尔伯爵 希伯特听得怦然心动 又颇为不解 爸爸 你呢 霍尔伯爵苦笑着回答道 我和你妈妈 都是虔诚的信徒 在教会也有一定的地位 等到鲁恩陷落 教会覆灭 我们如果还不愿意离开前台 结局不会美好 说到这里 他宽慰了长子一句 只要霍尔家族还在 爵位还在 核心资产损失不多 我们就不会有太凄惨的晚年 你改心争气后 记得在家里 给我们准备一间秘密祈祷室 两人对话间 门口穿金白 两色长裙的奥戴莉 就那样安静地看着 安静地听着 碧绿眼眸如同宝石 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后 随着祭坛投影的消失 月城大祭司尼姆 斟酌着 对替奇怪灯笼的格尔曼 斯帕罗道 今天看来不行 可以等明天再世 最长不会超过两个月 这一刻 克莱恩满脑子想的 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会不会是用历史恐隙 影像敷衍 才导致一事无法成功 他深刻地检讨了下自己 决定听月城大祭司的话 明天再来尝试 到时候一定要让对方 带上真实的材料 他刚要点头 耳畔突然响起了 若有似无的声音 那声音从灰白雾气的深处传出 层层叠叠 隐隐约约 异常模糊 有效果了 这一事真的有效果 就是延迟太高了 克莱恩心中一喜 立刻抬起右手 微微下压 示意月城的非凡者们 不要说话 他随即屏住了呼吸 收敛起思绪 专注地开始倾听 那回荡于灰白雾气内的声音 仿佛来自多个不同的对象 他们交织在一起 彼此时而干扰 互相抵消 时而重叠 产生共鸣 渐渐地 那声音在克莱恩耳朵里清晰了一点 尤其共鸣的时刻 那似乎是他熟悉的语言 那似乎是数不清的人 在共同送念一个名字 那名字是 浮生玄黄天尊 第六十五章 时间未到 浮生玄黄天尊 听清楚灰白雾气 深处那些声音的时候 克莱恩微微一颤 后脑瞬间发马 这种感觉飞快往他头顶 往身体各个部位扩散 让他皮肤表面 凸起了一个又一个细小的疙瘩 这是他第二次 在现实世界 从别人口中听到 浮生玄黄天尊这个名称 而第一次是阿蒙通过 窃取他念头说出来的 实际上并不清楚具体含义 也没真正掌握这句皱纹 所以 从本质上来说 现在才是第一次 在传说中的西大陆边缘 在那消失不见的故乡外面 克莱恩第一次在现实世界 听见了导致自己穿越的皱纹 听见了隐藏在自己心底的 最重要秘密之一 听见了那不知究竟指向 哪位存在的东方式尊名 他站在那里 脑海近乎一片空白 耳畔回荡的是 时而模糊 时而清晰的宋念声 呼喊声 浮生玄黄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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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这些声音越来越低 近乎消失 克莱恩终于找回了思绪 作为一个做了不少亏心事的尾神 他第一反应是 我把浮生玄黄天尊 改成了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 会不会遭天谴 当初他设定语者的三段式尊名时 第一段描述的是 自身的经历和状态 那时候以为是穿越 害怕暴露问题 将来自异世界的语者 改成了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者 结果反而道出了本质 第二段则是将挥晤 将元宝绑定在了自己身上 让指向更加明确 而为了完全限定 不产生奇异 克莱恩在第三段尊名处 直接意义了咒文的最后一句 也就是浮生玄黄天尊 他原本认为这没什么 后来怀疑导致自己穿越的 元宝之内 那扇奇异光门的前主人 就是浮生玄黄天尊 或者说披着东方式马甲的某位存在 当然 也可能浮生玄黄天尊才是本体 之后穿了一件更符合当前世界的外衣 至于是哪件 克莱恩目前也猜不出来 因为从未在现实世界在自己之外 听到浮生玄黄天尊这个尊名 所以 克莱恩怀疑归怀疑 忌惮归忌惮惮 畏惮归畏惮 实际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情 似乎已经习惯 但是 此时此刻 那一声声浮生玄黄天尊 就像一门门剑炮 不断地轰在他的心上 轰在他的脑海内 让他潜意识中积攒的担心和恐惧奔涌而出 定了定神 克莱恩开始强迫自己 用理智来思考当前的情况 这一声声诵念事 蕴藏在灰白雾气里的 还是来自消失的西大陆 我就说 这片雾气的色泽和状态 都很接近元宝下方的那些 它的力量也源自历史 必须有时光领域的正确力量 才能打开 天灾女王高希纳姆说过 末日来临时 西大陆肯定会重现 也就是说 只有时间推进到那个节点 这片灰白的雾气才会活过来 才有可能凭借相应的皱纹打开 让西大陆消失 或者将它封印 或者做保护性隔离的 是那位浮生玄黄天尊 疑似元宝前主人的存在 按照各方面的说法 元宝等九件事物 是最初那位造物主留下的 是他身体的不同部位 或他亲手制造的东西 浮生玄黄天尊 约等于元宝前主人 约等于最初那位造物主 可元宝 是最初造物主分裂后才有的 而且 浮生玄黄天尊这些皱纹 只能指向元宝 没法影响混沌海等地方 还有 西大陆消失 绝对是第二季之前的事情 身为古神的精灵王 苏尼亚索列姆 都没法返回故乡 也就是说 在混乱 疯狂的第一季 甚至第一季之前 在最初造物主分裂出混沌海 元宝等事物后 古神诞生前 还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导致西大陆消失 元宝前主人不见 远古太阳神 白银城造物主的预言 也很有意思 说是这片灰白雾气内 会有人走出 所以派人进入月城 守在这里 而严格来讲 我其实就是从西大陆 从这片灰白雾气内出来的 只不过 我离开西大陆 是进入元宝 在远古太阳神预言之前 很久很久 我离开灰白雾气 则是在1349年 在鲁恩 兜兜转转 我又来到这里 和月城的人碰上了 远古太阳神的预言 还真实现了 只是过程有些曲折 实现的方式 让人意想不到 克莱恩思考之中 心情逐渐变好了一点 因为现场的状况 和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 被灰白雾气隔绝的西大陆 还有文明 还有不少人活着 这种让西大陆消失的方式 让我想到了奇迹师的仪式 并肩有时空的力量 他们主要在学徒途径 和偷盗者途径 所以 元宝 前主人 浮生玄黄天尊对应的 真是这三条相近途径 克莱恩收敛住发散的念头 向前走了两步 他旋即转身 对月城大祭司 尼姆等人道 我听清楚了那些声音 他们在说什么 尼姆灰白的眼眸骤然争大 布满沟壑的脸上 露出了无法遏制的激动 阿达尔 星河鲁斯等人 也有类似的反应 甚至更未激烈 他们就连身体 都出现了明显的颤抖 这是一个困扰了月城居民 一千多年的问题 解开这个疑难 在他们心中 已经变成了 摆脱当前处境的象征 克莱恩悄然吸了口气 用神棍式的口吻说道 他们在向我主祈祷 这绝对不是谎言 毕竟他这个愚者 已初步掌握元宝 尊名的最后依据 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 约等于扶生玄黄天尊 尼姆等人沉默了下来 在望向克莱恩时 眼神里已多了 明显的尊敬和畏惧 结合对方展现的神迹 他们逐渐将那位愚者先生 视为救世主 克莱恩环顾了一圈 平淡开口道 你们退后至少百米 好的 斯帕罗格下 大祭司尼姆没有犹豫 就答应了下来 等到月城非凡者们 退出了足够的距离 克莱恩右手探入虚空 快速拖出了一个自己 本体随之消失不见 紧接着 克莱恩的历史恐隙影像 走至那片凝固的灰白雾气前方 伸出右手 按了上去 那里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屏障 带着些许冰凉 阻隔着一切 凝望了两秒 克莱恩张开嘴巴 压着嗓音 用中文送念道 扶生玄皇天尊 声音回荡中 他眼前的灰白雾气 没有一点反应 依旧静止 依旧凝固 他等待了近一分钟 想了想 吸了口气 再次低念道 扶生玄皇先尊 扶生玄皇天君 扶生玄皇上帝 扶生玄皇天尊 这是那个转运仪式的完整咒文 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 克莱恩按在无形屏障上的右手 突然感觉到了明显的振战 灰雾晃动了起来 就像是被 扔进了一块巨石的湖泊 那些涟漪飞快传导着 彼此重合着 隐约间要在克莱恩面前 勾勒出一扇门 高空一道闪电划过 照亮了这幅画面 看得不远处的月城非凡者们 瞳孔放大 移不开眼睛 这里面 之前未曾目睹 类似场景的后来者们 更是心神摇动 难以克制 在他们看来 这就是毫无疑问的神迹 克莱恩平住了呼吸 等待那扇门成形 可是 那些涟漪最终还是平复了下去 距离成功只差一步 沉默一阵后 克莱恩又重新送念咒文 不断送面 可灰白雾气内荡起的涟漪 即使没有消失 也无法真正地勾勒出那扇门 有那么个瞬间 他想附加完整的仪式流程来做尝试 也就是说 摆放四份食物 于逆走四步中送念咒文 但很快 他就被自己这个想法给蠢笑了 因为这么一套做下来 他会刷地一下 进入元宝 而不是打开这里的无形屏障 呼了口气 克莱恩从虚空里抓出了一枚金币 用占卜的方法 确认了完整仪式的效果 和自己想的一样 真的是时间未到 末日还未来临 克莱恩目视着前方灰白的雾气 好几分钟 没有一点动静 当一道闪电划破天际 照亮了他的脸庞 他才转过身体 那盏马灯 走到月城大祭司尼姆的面前 嗓音平缓地开口道 还没到神域里打开他的正确时间 还有十几年 不等尼姆 阿达尔等人回应 克莱恩用空着的右手指了指附近的黑暗 我将在这里苦休一段时间 你们如果想感受主的光辉 聆听他的教诲 在闪电频繁的阶段 随时可以过来 我每天会做一次进化和治疗 在闪电最频繁的时候 他没试图让月城的居民转信 也没打算直接前往那座城邦 或询问具体的情报 给他们留足了缓冲的余地 月城大祭司尼姆 悄然松了口气 愈发尊敬地回应道 我将把您的话语转告所有人 第66章 耐心中有回报 白银城 圆塔顶部 首席房间 头发花白 连有陈旧疤痕的柯林 伊利亚特 眺望着窗外深沉的黑暗 直到一团银白锐芒在远处突然爆发 带来了几秒光明 才收回目光 轻轻汗手道 希尔蒙成功晋升了 他的视线随即落在了 站立于房间中央的那个 只有两米出头的少年身上 戴里克 你知道为什么初次探索巨人王庭后 已成为序列三分营骑士的 我要将后续的计划一直压着 不去实施 戴里克想了想到 首席阁下 您一方面是想看 有没有别的路能绕到海边 另一方面 是在等六人意识团其他长牢里 有人能晋升序列三 而现在 这两方面的事情都完成了 近五个月前 白银城一支探索小队 发现了一条隐蔽的道路 抵达了海边 然而 那片大海是虚幻的 根本没法通过 强行下水 只会导致身体逐渐崩解 如今 六人意识团另一位半神 维特 希尔蒙 终于晋升 成为了序列三的银骑士 可以拥有自己的尊名 在一定范围内响应 白银城其余居民的祈祷 克林 伊利亚特叹了口气道 很好 对事情的认识很清晰 很全面 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我确实不希望带着你们 再次进入巨人王庭 尝试打开沉睡着暗天使的宫殿 说到这里 猎魔者 克林停了一下才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 这样的探索 会带来多大的危险 只能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现在 希尔蒙总算成功了 即使之后发生意外 我们无法返回 他和其余长老 也能支撑起白银城 让一切可以继续维持 等待下一次机会 他打量了戴里克几秒 认同地点了点头道 你的成长比我预想得更好 如果不是巨人王庭之室 以六人意识团预备长老的名义 听到这里 戴里克 伯格毫不犹豫就回答道 即使您想 将我留在白银城 我也要申请前往 这是他看见的曙光 这是他心目里 能拯救白银城的一个机会 为此愿意付出一切 克林 伊利亚特少有的露出些许微笑 你还是太年轻了 等你像我这样 经历了很多事情后 就会明白 比起拔出常见 充满热血的牺牲 忍受屈辱和无奈 在黑暗中坚守 是更加困难 如果你不相信 你等下可以去问希尔蒙 问他是愿意率领探索小队 前往巨人王亭 还是留在白银城 戴里克陷入了沉默 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克林 伊利亚特未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问道 你的光之祭司魔药 彻底消化了吗 上周就已经彻底消化了 戴里克坦然回答道 克林 伊利亚特点了点头道 辅助材料搜集齐了吗 戴里克嗡了一声 都搜集到了 只差一事还没准备好 他的一事需要玻璃最强烈 最不愿意舍弃的情感 并在服侍魔药后回书 经过塔罗会几次聚会的探讨 以及正义小姐私下的尝试 目前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 借助这位序列四操纵师 对心灵领域的掌控 以语者先生的天使之拥 为平一来完成 猎魔者 克林为座催促 平静说道 不要着急 对巨人王亭的第二次探索 还要等一段时间 等我成为无案者 戴里克主动问道 克林 伊利亚特没有否认 微微点头道 也在等洛维亚成为黑骑士 他的材料和仪式 都已经准备好了 听到这句话 戴里克顿时有了压力 罗斯德群岛首辅 慷慨之城拜亚姆 海浪教堂附属钟楼的顶端 风暴教会书记主教 代法者高级执事 海王 亚恩 考特曼立在栏杆后 眺望着已不是那么蔚蓝的大海 以及上面漂浮的 燃着火焰的船之残骸 哼 在我的领海 哪怕战争主教 也得低下头颅 这位身体肌肉快累分明 脸庞线条刚硬深刻的半神 边收回视线 边低语了一句 他有一头 粗如小虫的深蓝头发 和一双深蓝的眼睛 掌控着 罗斯德群岛周围的天气和海洋 立在这位海王旁边的阿尔杰 威尔逊 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烦躁 耐心地等待着 亚恩 考特曼将注意力 转移到自己身上 水手途径的非凡者 除了大部分比较暴躁 还有面对同途径的高位者时 往往战力服从的共同点 这源自暴君的特性 抵语之后 海王亚恩 考特曼 终于将目光投向了 领导着一支海盗舰队的阿尔杰 没什么表情地说道 这次的表现很不错 书记会议通过了对你的审核 决定 让我主持你的晋升仪式 接受了天灾女王高西纳姆的遗误后 阿尔杰找了个机会 将这件事情 上报给了海王亚恩 考特曼 他从到苏尼亚岛原始森林内 探寻精灵遗迹之时说起 源源本本交代了自己的遭遇 仅仅只修改了两个细节 一是 将主动前往精灵遗迹说 成为了埋伏福萨克人的部队 特意寻觅合适的场所 这有当时 在场的多位水手证实 二是淡化了之后 行动的自主性 只说探索精灵遗迹的当晚 梦到了某个女性尚未精灵 喝了她一杯酒 之后没发生什么异常 也就没太过在意 等来了罗斯德群岛 某天晚上熟睡醒来后 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 一座海底的华丽宫殿 拿起了一根冒着电光的珊瑚 虽然有多方面的人证和物证 说明阿尔杰的描述是真实的 但海王 亚恩 考特曼并没有完全相信 将他送回了帕苏岛 接受教皇加德二世的审查 借助天使之拥 阿尔杰在那暴君般的气息面前 看似瑟瑟发抖 毫无保留地交代了 自己在梦中遇见那个女性尚未精灵后 产生了一定的野心 为此主动前往罗斯德群岛 希望能接受遗产 但实际上却掩盖住了最核心的秘密 最严重的问题 他用坦白自己野心的方式 通过了这次审查 至于那个女性尚未精灵 是看她有一些精灵血脉 给她奇遇 还是隐藏着一些目的 他表示并不清楚 希望教皇缅下能调查出答案 让自己安心 阿尔杰展现出了 对那种未知的恐惧 让书记主教们 相信这是他上报奇遇的主要原因 这个方案是阿尔杰自己设计的 但有得到正义小姐的建议 让每一个环节 都变得更加符合人性 当然 和预料的发展一样 那之后 阿尔杰并没有等来晋升仪式 而是进入了一段考察期 风暴教会那位教皇缅下 地上天使 加固了阿尔杰体内的封印 让灾难主机特性 在两年都无法渗透出来 影响到他 这大半年里 阿尔杰带领着分配给自己的海盗舰队 努力地骚扰着福萨克 费内波特的船只 甚至直接参与海战 冒着不小的风险 立下了一次次功劳 充分展现着自己 对风暴之主的虔诚 对教会命令的遵从 终于 最近这场罗斯德海战后 局势愈发困难后 他等来了书籍会议的认可 阿尔杰明显地吸了口气 然后握右拳击左胸 高声喊道 风暴在上 他的激动半是表演 半是发自内心 因为这大半年来 他真的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迎者女士 以消化完神秘学家魔药 正在为晋升序列三 预言大师做准备 正义小姐 虽然还未彻底 消化操纵师 魔药 但也有了不小的进展 而且 他最初加入塔罗会时 是彻头彻尾的新人 现在已经成为 真正的半神半人 比阿尔杰高的 不只是一个序列 而是一个层次 用不了多久 太阳就能晋升序列 四无暗者 获得神性 星星 也以消化完序列五魔药 积攒了不少功勋 就等上层给予机会 魔术师 小姐经过一次又一次旅行 距离魔药 消化完已经不远 而她的老师 为她准备好了 相应的序列四密法师 魔药材料 世界 格尔曼 斯帕罗不用说 哪怕她突然表示自己 已经成为天使 阿尔杰也不会奇怪 审判小姐 目前是序列五成界骑士 正在消化魔药中 努力地 追赶着大家的进度 本质不喜欢拼搏的月亮 因此产生了一定的焦虑 正在寻求成为 血足伯爵的可能 面对这些情况 作为塔罗会 最资深成员之一的阿尔杰 当然不想被甩在后面 她迫切地渴望着 晋升序列四 成为半神 这么多天过去 她始终压制着 心里的焦躁情绪 耐心地坐着等待 两次出现失控征兆 以至于不得不请 正义小姐做了治疗 而现在 她终于等到了 她最想得到的那个答案 通过考核 准备仪式 第67章 五魔二姑 月城 多有斑驳痕迹 但异常坚固的一栋栋建筑物内 走出了不少人类 他们有的明显畸形 有的已产生一定的异化 这些人类互相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脸上 发现了一定的疑惑 距离太阳记里 还有两三个月 大祭司为什么要召集 所有人去广场 难道发生了什么大事 月城居民们 带着担忧 惶恐与不解的情绪 从一条条街道 进入了唯一的那个广场 此时 高台之上一片空荡 召集者似乎还没有抵达 月城居民们 按照所属的区域 很有秩序地分别聚集在一起 低声讨论起来 大祭司怎么还没到 他不是喜欢等待 不愿意被等待吗 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怎么突然召集 守卫之外的全城居民 一道道声音里 广场附近 一座高台的顶部 水晶玻璃的后方 大祭司尼姆 一边靠着墙壁 注视广场 一边表情扭曲地忍耐着什么 他灰白的头发扬了起来 脸庞上长出了一座 搓黑色的短毛 这些异常的变化时而消失 时而出现 就仿佛尼姆再一次又一次发病 整个人既邪意又可怕 一分多钟后 尼姆终于平静了下来 长长地吐了口气 抬手抹了抹额头 浸出的冷汗 他刚才是在对抗自己体内 积攒的疯狂 其实 不管哪一条非凡途径 都是序列越高 疯狂与非人的倾向越严重 这会逐渐超越本身的人性 必须依靠外在的毛帮助 才能维持足够的平衡 正常来说 序列4和序列30 这种情况还不是那么明显 而到了天使层次 即使有足够的毛来固定 也会时不时陷入阴暗 负面 易变的状态 必须独自忍受和对抗 等待缓和 这就像一个神圣庄严的存在 平时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能回应你的祈祷 与你正常聊天 甚至开几句玩笑 但某些时候 却只能躲在黑暗的房间内 藏于阴影中 撕掉表层皮肤 露出阴质的一面 展现种种疯狂的迹象 尼姆则是由于经常使用怪物血肉 累积了不少毒素 污染和疯狂 才在序列4就承受类似的痛苦 当然 那种不懂扮演法 靠时间或运气提升上来的序列4 序列3 也会这样 调整好状态 尼姆转身离开房间 借助一扇虚幻之门 直接出现于广场中央的高台上 所有的讨论一下平息 月城居民们将蕴藏着疑惑和不安的目光 投向了这位大祭司 尼姆环顾了一圈 直接了当地开口道 阿达尔率领的狩猎小队 遇到了一位外来者 外来者 月城居民们的眼睛骤然睁大 有种高空的雷霆 直接降临在了城中的感觉 2000多年了 月城第一次遇到外来者 当然 这指的是 有理智能交流的人类 而不是怪物 尼姆无声吸了口气 继续说道 他自称是散播神灵光辉的传教士 他让那片灰白的雾气 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清除了阿达尔他们体内 积攒的污染和毒素 说话间 尼姆对高抬侧方点了下头 躲于阴影里的阿达尔核心 立刻穿过一根根火把 走到了他的旁边 用自身的状况 证明着对方刚才的话语 死 什么呢 这是阿达尔核心 他们真的 真的 一声声惊叹脱口而出 错愕与诧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宛如实质 阿达尔核心对视了一眼 上前两步 将自己狩猎小队的遭遇 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听到黑暗中浮现的那点火光 听到那个散发出明镜光芒的十字架 听到那能治疗异变和疾病的手杖 听到灰白雾气向两侧分开 以及形成大门的表现 听到狩猎小队成员们 对自身良好状态的欣喜描述 月城居民们逐渐沉默了下来 他们之中 有的人已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 那是因为无比疲惫和极端压抑中 终于看见了一道光 这眼泪带着略温和闲闲的感觉 躺过脸庞 划过嘴角 低落余地 另外 还保持着理智和清醒的人抬高手臂 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那个传教士 会不会是黑暗深处的特殊怪物 阿达尔核心是不是已经被控制 被影响 才有这样的表现 等到疑问的浪潮平息 尼姆低沉而清晰地说道 我检查过他们 也用风印物检查过 暂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我会让他们继续待在黑塔 接受至少15天的观察 做出承诺后 尼姆顿了一下道 那位叫做格尔曼 斯帕罗的传教士 将在灰白雾气附近苦修一段时间 他允许我们去那里感受他信仰的 那位神灵的光辉 聆听相应的教诲 而他每天会在闪电最频繁的时候 做一次进化和治疗 所有人都可以选择前往 但必须事前报备 听从安排 不能私自行动 影响到城邦的防御 而去了那里的人 回来之后 都将像阿达尔和星他们一样 隔离15天 月城军民们全部沉默 你看我 我看你 下不定决心 这时 之前回城通知大祭司 未能得到进化和治疗的鲁斯 与另一位狩猎小队成员站了出来 大祭司 我想去 好 明天我来带领这支队伍 尼姆轻轻汗手 答应了下来 他本打算给这样一支队伍 按一个名称 可始终没想到好的描述 只能磕巴了一下 直接掠过 在他心里 其实有一个名称 但不敢说出 那是 朝圣者 有了鲁斯他们带头 好几位月城居民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愿意冒险尝试 当闪电频率由低变高 一天来临 由七八个人组成的月城队伍 提着兽皮灯笼 开始在黑暗里跋涉 前往那片灰白雾气的边缘 黑暗与光明 不知交替了多少次后 鲁斯等人的眼中 忽然映入了一抹火光 那是一堆正缓慢燃烧的篝火 穿奇怪衣物 戴奇怪帽子格尔曼 斯帕罗坐在另外一边 拿着一根铁黑色长签 正考着什么 篝火的周围 躺了一具又一具怪物的尸体 这些尸体上 长着各种各样的古怪事物 它们有的洁白饱满 似乎一戳就会有液体喷出 有的以黑色为底 镶嵌着血色细丝和脂肪花纹 有的布满金色的斑点 顶部的盖子有手掌大小 这些事物密密麻麻 覆盖了怪物尸体的不同部位 带着一种妖异而诱人的美感 前行几步 大祭司尼姆发现 格尔曼斯帕罗考的 正是那些奇怪事物里的一种 一滴滴油脂掉落 在火中发出滋滋的声响 让光亮更加明显 让一种诱人的奇香散逸了开来 咕噜 队伍里的月城居民们 本能吞了口唾液 产生了强烈的 难以遏制的食欲 它们的每一个细胞 都在疯狂地呐喊 我想吃 我要吃 给我吃 坐在一块石头上的克莱恩 抬起脑袋 指了指周围怪物尸体上 生长的鲜艳事物 嗓音低沉地说道 它们叫蘑菇 分为不同的种类 如果你们愿意 可以自行摘取食用 但不能碰全黑的那种 而且必须足够熟 才能入口 否则将遭遇可怕的诅咒 月城大祭司宁母想了一下 代替其他人做出了回答 我们想先聆听 您那位主的教诲 感受他的光辉 克莱恩轻轻汗手 边转动自己 从历史孔系里 召唤出的烧烤长签 边开口说道 你们可以坐下厅 等到那七八位月城居民 坐至篝火对面 他表情庄严地说道 我从巨人王庭而来 这是月城居民们 都熟悉的一个名词 他们精神顿时一震 将注意力从篝火上 烤着的事物移开 投向了格尔曼 斯帕罗 接下来 克莱恩像之前那样 描述了白银城的状态 和诅咒之地外的情况 并说了说 自己沿途以来 看见的城邦遗迹 这听得月城居民们 时而唏嘘 时而向往 时而难以置信 时而感同身受 悲不可遏 讲到一半 克莱恩突然停了下来 收回手中的铁黑色长签 将他凑至嘴边 咬下了一个蘑菇 那浓郁的肉汁随之沁出 带着微烫的感觉 洗礼着他的口腔 在神气之地大半年后 克莱恩已战胜了 对蘑菇的反感 毕竟达尼兹 时常得受他指派 去做一些事情 没法精心地准备食物献祭 中间的空白 只能用蘑菇填补 满足地闭了闭眼睛 克莱恩将手中的 铁黑色长签递出 微笑说道 你们可以试一试 大祭司尼姆还在犹豫 鲁斯已是伸手 边感谢边弄了一个蘑菇下来 送入口中 他吃得太急 以至于口腔有被烫伤 但他的表情扭曲了一下后 却突然凝固 接着 他神情一点点舒展 逐渐露出沉醉 享受 渴望的感觉 到了最后 鲁斯的眼泪不自觉流了出来 嗓音低沉地抽噎着说道 这是 这是我吃过最美好的 最美好的食物 就算这么一袋待下来 他们对食物的口感 有出现异变 但人类怎么都是适应不了那种毒素和疯狂的 渴望着糖分 渴望着脂肪 这一刻 所有月城居民都听出了鲁斯的感动 第六十八章 线索 你们也试试 克莱恩将手里的铁黑色长签 递向了别的月城居民 那些人喉咙如动了一下 忍不住又吞了口唾咽 但没立刻做出回应 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大祭司尼姆 等待他点头 尼姆从裹在身上的兽皮衣物内 拿出了一件物品 那似乎是一个油饼的放大镜 乍眼望去 克莱恩差点看成单片眼镜 吓得心脏都停了一拍 还好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确认了细节 尼姆握着金属细饼 将那玻璃制品凑至右眼前方 隔着镜片 审视了鲁斯几秒 短暂的静默后 他放下了这件物品 对其余月城居民 轻轻点了下头 鲁斯之外的人们终于伸手 小心翼翼地 很有秩序地 分别从铁黑长签上 取下一个蘑菇 将它塞入口中 那不含一点恶心意味 和污秽之意的口感 让他们瞬间陶醉 顾不得烫伤口腔 三两下就将蘑菇 吞进了肚子里 并本能伸手 想要再来一个 可是 铁黑长签上的蘑菇 都被分完了 尼姆将目光 从铁黑长签上收回 等待着格尔曼 斯帕罗继续讲述 他的经历 和语者的教诲 克莱恩环顾一圈 重复起之前说过的话语 周围的蘑菇 可随意摘取 除了纯黑那种 另外 必须全熟才能入口 否则会遭遇诅咒 越城的居民们 不再有丝毫的迟疑 当即起身 选择了自己 心仪已久的蘑菇 克莱恩瞄了一眼 又补了一句 洁白的那些蘑菇 烤到熟后 很容易裂开 流出液体 你们需要准备一些器皿 或者及时喝下 没等鲁斯等人回应 他拾起先前中断的话题 一直讲到 自己听见灰白雾气里 传出送面于者先生 遵命的声音 见大祭司尼姆 都听得入神 并有了不小的触动 克莱恩斟酌着开口道 能让灰白雾气 产生反应的办法 还有不少 但都与我主有关 他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 因为被悬掉的人 不止一个 进入灰雾之上的办法 不止一个 如果罗瑟尔大帝 拿着他仿制的 神秘银牌来到这里 大概率也能让 这无形的屏障出现一变 当然 前提也许的是 大帝属于占卜家 学徒 偷盗者三条途径之一 见尼姆等人 没提出疑问 克莱恩何须说道 据我观察 月城的非凡途径 并不单一 灰白头发的尼姆 未做隐瞒 简单回应道 是的 我们被挑选来月城时 神识有意识地 让非凡途径全面 可惜 这么多年过去 一次次灾难后 许多途径的魔药配方 和非凡材料 都已经遗失了 你是哪条途径的 克莱恩看着月城居民们 利用怪物骨头翻烤蘑菇 撞死随意地问了一句 我是守夜人 尼姆坦然说道 黑夜途径的序列四守夜人 克莱恩轻轻汗手 转而问道 这片灰白雾气附近 是否有发生过异常 脸上有着一条条沟壑的尼姆 思索了十来秒道 有 克莱恩心中一动 表面平静地就着这个话题问道 什么样的异常 尼姆扫了那些 冒出阵阵香味的蘑菇一眼 斟酌了下雨言道 一座小丘突然消失了 原地只留下一个深坑 那片区域没有爆炸的痕迹 周围也没有泥土洒落 这是什么情况 有点诡异的场景 克莱恩一边将蘑菇的根须丢进火堆 让它们成为燃料 一边没任何表情变化地问道 你们有做更进一步的调查吗 有 月城大祭司尼姆点了点头道 一只调查小队 在那里遇见了一条魔狼 不是已经腐烂或易变的怪物魔狼 而是原本的那种魔狼 魔狼 克莱恩没想到会听见这样的情报 瞳孔略有变化地追问了一句 那魔狼长什么样子 尼姆不自觉吸了口空气道 和古代文献里描述的魔狼一样 但更为巨大 哪怕八只脚同时着地 也有两三个人夹起来那么高 他的毛色不是纯粹的漆黑 给人一种幽暗深邃的感觉 他的眼睛很奇怪 大部分是瞳孔 黑色的瞳孔 还有 他的头顶有一撮灰白的短毛 这不就是乌暗魔狼科塔尔 他居然来过神器之地最东面 和一场异变有关 如果让西大陆消失的力量 真的来自元宝 将对应奇迹式的神话生物吸引过来 也还算正常 克莱恩眉头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道 他没有袭击你们的调查小队 克莱恩有意用了他 而不是他 以免吓到月城的人 在他想来 乌暗魔狼科塔尔 灭掉一支调查小队 是非常轻松的事情 甚至不用付出太大代价 就能将月城变成他的密友国度 谁知 这神话生物似乎放过了月城 若非克莱恩提前就看过尼姆 鲁斯等人的灵体之线 确认了他们的状态 此时肯定会怀疑 和自己对话的 只是一些密友 没有 他很匆忙就离开了 月城大祭司尼姆 如实说道 这不符合乌暗魔狼 多以谨慎的性格 什么事情吓得他如此仓促地逃离 甚至都顾不得灭口 看见自己的人 或者说 受远古太阳神神域 在这里看守的月城人 有某种特殊 若非必要 乌暗魔狼不想袭击他们 克莱恩语速没有任何变化地继续问道 他有留下什么痕迹吗 没有 尼姆笃定地摇了摇头 除了山丘变成深坑 我们什么异常都未发现 克莱恩念头电传 试着从另一个角度问道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对过去的一件事 一个物品越了解 他就越能在历史迷雾里触及 尼姆回想了一下道 两年两个月零十天前 他选机解释了一句 值得记录的事情太少 我印象很深刻 两年两个月零十天前 当前是1351年9月8日 倒推回去 就是1349年6月28日 克莱恩的右手 突然轻微地震站了一下 他的瞳孔 他的表情都很正常 但这是小丑有意控制的结果 他记得很清楚 1349年6月28日 是自己穿越过来 成为克莱恩 莫雷蒂的那天 是自己重复举行转运仪式 真正意义上进入元宝的那天 这里的异变 乌暗魔狼的出现 以及这神话生物的仓促离开 都和我有关 克莱恩心中 一下涌起了极大的波浪 他一时找不到解释 假装没任何事情发生 一样略过这点 想了想到 过去两三千年内 还有类似情况发生吗 没有 尼姆做出了非常确定的回答 208年前呢 有没有特别的事情 克莱恩追问了一句 那是罗斯尔大帝 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间 尼姆迟疑了两秒道 我无法告诉您准确的答案 需要回去翻看相应的记录 还好 最近300年内的资料和文献 没遭受破坏 说到这里 他补了一句 我有限的印象告诉我 应该没有特别的事情 如果真是这样 那引起这里一变 让乌岸魔狼出现的源头 是我进入灰雾之上 将元宝与自己绑定在了一起 克莱恩轻轻汗手 没再提问 简单说道 告诉我 那个深坑在哪里 等大祭司尼姆 做出回答 月城居民们 烤制的蘑菇 已可以食用 他们有的轻咬了一口 洁白蘑菇 被里面的牛奶烫到 又舍不得吐出 有的反复咀嚼 回味着那种淡淡的甜香 有的一个接一个 根本停不下嘴巴 尼姆看得有些正主 似乎不敢相信 这些是月城人 他们每一个 都透着饥渴 和满足着两种矛盾的感受 脸上的表情看似扭曲 却洋溢着纯粹的快乐 大祭司 你也尝尝 两只眼睛挤得很近的鲁丝 将一个布满金色斑块 散发奇特甜香的蘑菇 递给了尼姆 尼姆犹豫了下 先谨慎地用那个放大镜照了照 然后才接过蘑菇 色入口中 下一秒钟 他神情微动 缓慢地半闭上了眼睛 他在某些变异的树根里 有尝到类似的味道 但都没有这么纯粹 这么回味无穷 不知过了多久 尼姆望向表情淡漠的格尔曼 斯帕罗 异常诚恳地说道 阁下 我们想聆听一下 语者先生的教诲 我这还没来得及边呢 不过 随着我距离天使位阶越来越近 相应的事情 是该提上日程了 毛的预先准备好 克莱恩斯续电转间 想起了当初忽悠 不 改造海神信徒时的话语 他的表情迅速变得肃穆 抬起右手 往虚空里抓了一下 拖出了一根布满铜绿 都有尖刺的十字架 克莱恩玄即将右手拇指 按在了一根荆棘上 让鲜血进入了无暗十字内 无暗十字表面的铜绿 飞快玻璃 露出了纯粹 由阳光组成的本体 神说 克莱恩张开嘴巴 低沉出声 并将手中的光辉十字架 举高了不少 温暖 明亮 透彻的光芒潮水一样 奔涌而出 瞬间就填满了周围区域 尼姆 鲁斯等人体内积压的阴暗和不适 开始飞快消融 身心都仿佛得到了净化 他们隐约有点恍惚 只听见 那举着光辉十字架 浑身笼罩神圣色彩的神使庄严说道 神说 第一届 不可活祭 不可以人为祭品 第二届 不可望称我的名 第69章 换一个目标 未被战争阴云笼罩的迷雾海上 未来号在一条条船只簇拥中 缓慢地往着狂暴海方向航行 最近没什么事情 只是等待摩斯库修会回应请求的心之上 将加德利亚漫步于甲板上 享受着照穿了淡薄雾气的阳光 目光一扫间 他看见了弗兰克 李 这位未来号的大副 星星海盗团的二号人物 穿着后帆布做成的淡蓝长裤 和一件梅记上面两个扣子的白色衬衣 露出了浓密的棕色胸毛 就如同化成了人形的巨熊 他立于船头 眺望着远方 不知在思考什么事情 整个人显得颇为低落 加德利亚的脚步 不由自主放慢了一点 转身就要进入船舱 船长 弗兰克发现了他 满脸期待地望了过来 似乎在等待这位星之上将解答疑难 加德利亚的身形一下顿住 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 壮似闲聊地问道 你在困惑什么 弗兰克思索了下 该怎么表达自己的问题 认真地回答道 我在重新审视我 这么多年来的发明和创造 有什么感想 加德利亚配合地问道 弗兰克点了点头 苦恼地说道 有太多需要反省的地方 其中 最关键的一点是 我创造的那些事物 还欠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加德利亚一阵疑惑 又不想追问 但最终她 还是抱着 要对未来号所有传员负责任的想法 斟酌着开口道 是什么 弗兰克的表情 瞬间变得肃穆 他们都缺少灵魂 小麦 葡萄和蘑菇 没有灵魂是好事 加德利亚下意识就这么劝了一句 接着才道 这不是你现在能触及的领域 你只是一个序列舞的德鲁伊 弗兰克听得眼睛一亮 脱口出道 我明白了 加德利亚的脸庞 微不可见地皱了一下 你 明白了什么 弗兰克一扫刚才的低落 我明白了问题在哪里 那就是 我想要的创造 已经超过了德鲁伊能力的极限 所以 船长 我不做德鲁伊了 我要成为古典炼金师 这是耕种者途径的序列四 是半神的起点 心之上将加德利亚的表情 凝固了好几秒钟 然后才摆出船长和半神的姿态 轻轻汗手道 有一个目标是好事 但你要认清楚 他的艰难 言下之意就是 不要抱什么期待 也不要把这个目标当真 得到鼓励的弗兰克 李当即重重点头 我会努力的 为了不让弗兰克 李乱来 加德利亚决定 将这件事情的进度 掌控在自己手中 我也会帮助你的 到时候 即使有了收获 也能告诉弗兰克 李很遗憾 弗兰克非常高兴 发自内心地感谢了船长 接着说道 我也会写信给戈尔曼 斯帕罗 请他提供一些帮助 他是我的好朋友 弗兰克不知道的是 他最近大半年写的几封信 都走了相当复杂的流程 交给信使 信使给福尔斯 福尔斯在 塔罗聚会上 转交或请 语者先生帮忙 加德利亚又推了 推后后的眼镜 没再多说什么 转身进入了舱房 回到船长室 他还没来得及 思考刚才那件事情 就看见摆放着 黄铜六分衣的书桌上 多了一封信 加德利亚心中一喜 顾不得使用非凡能力 快步走了过去 拿起那封信 将它拆了开来 这来自贝尔纳带 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后 直接写道 最近如果有空闲 可以秘密来一次拉下 拉下是迷雾海上 一座相当隐蔽的岛屿 藏着神秘女王的行宫 那叫做翡翠城 加德利亚将这句话 反复看了几遍 嘴角不自觉就勾了起来 贝克兰德 西区 奥德拉家的别墅内 埃姆林 怀特又一次见到了卡西米 奥德拉 这中年绅士模样的血族男爵 尼拜斯大人怎么说 埃姆林控制了下自己的心情 努力让自己 显得不是那么迫不及待 卡西米看着埃姆林 显红的眼睛道 他只是让我告诉你 整个血族都没有多余的伯爵非凡特性 只能等待现存的伯爵们 有谁因年迈或意外去世 留下遗产 血族相比人类 有着漫长的生命 哪怕没有爵位 普通的成员也能活300岁左右 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以一点点做积累 将每一个层次都占满 不让太多的非凡特性空余出来 所以 无论是普通成员晋升男爵 还是男爵成为子爵 都不是那么容易 要么等待现存者逝去 要么从外部获取 要么立下足够功劳 得到珍贵的赐予 而和前两阶相比 子爵变成伯爵 是更加困难的事情 因为血族伯爵已经是半神 轻松就能活1000年以上 那些子爵的一代又一代 才有希望等到一位伯爵过世 正因为如此 只要有一份伯爵特性空了出来 立刻就会被分配下去 而不是放入仓库 如果说男爵和子爵特性 或多或少 还有部分以非凡材料 封印物的形式存在于血族宝库中 只是数量不多 每一份的赐予都必须非常严格 那伯爵特性 真的是没一点空余 这个回答在埃姆林预料之中 他看着卡西米男爵 轻轻汗手道 也就是说 只要有哪位伯爵过世 就会轮到我 不 卡西米摇了摇头 虽然你已经积攒了不少功勋 但顺位还没到第一 我排在第几位 埃姆林先是微皱起了眉头 旋即就舒展开来 不让自己表现得那么明显 卡西米咳了一声 轻了轻喉咙道 第十二位 这等到末日来临都未必轮得上 始祖竟然给了我拯救族群的重任 为什么不把这些事情安排好 我的身红学者魔药都消化好几个月了 难道 这又是一个考验 埃姆林赋斐了两句 沉默了几秒 若有所思地问道 如果 我从其他地方拿到了伯爵特性 族内是否会帮我准备一试 卡西米吐了口气道 当然 埃姆林不再逗留 离开奥德拉家的别墅 乘坐马车返回自己的住处 自从费内波特向罗恩宣战 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丰收教堂 只是听星星说 那里门被砸坏 东西被抢走了不少 成为了流浪汉的居住点 至于乌特拉夫斯基神父 半个月在查尼斯门后 一间牢房内 半个月在圣塞谬尔教堂上 层一个房间里 旁边就是贝克兰德大主教 如此反复 不断循环 这是担心 长久待在查尼斯门后 会让乌特拉夫斯基神父 遭受不可逆转的无法治疗的侵蚀 而局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黑夜教会希望留一个缓冲点 将来也好 借此表达善意 开启谈判 埃姆林虽然不是黑夜的信徒 甚至有些讨厌教堂 但每个月都会固定去 圣塞谬尔教堂两次 探望乌特拉夫斯基神父 去哪里获得伯爵特性呢 感觉自己已经落后 未必能承担起 拯救族群责任的埃姆林 一边望着萧条的大街 一边认真地思考每一个可能 他很快有了一些想法 银哲女士提过 极光会的幽暗圣者放入了一个巫王 这对应伯爵特性 如果能像诱沙秘之圣者一样 狩猎这位牧羊人 途径的半神 那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 有了前面那次教训 幽暗圣者应该不会 再轻易踏入陷阱了 也有直接引来天使之王的可能 这是塔罗会上大家讨论过的事情 得出的结论是 最近一年绕着极光会走 尽量不要再招惹 除了幽暗圣者处 有序列四巫王特性 埃姆林 怀特能想到的 只剩下一个地方 玫瑰学派 不管是生命学派的人造吸血鬼 还是南大陆原本就存在的 原始月亮崇拜者 现在都属于玫瑰学派了 当然 肯定也有部分家伙追求自由 目前没加入任何一个组织 但要么序列不高 要么没足够情报流出 一想到玫瑰学派 埃姆林瞬间就记起了一个人 马里奇 马里奇代表的是 玫瑰学派的节制派系 这是反抗欲望母术的势力 他们似乎也想从玫瑰学派那里 得到一些东西 或许可以找他们合作 埃姆林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 月城 一部分居民略显焦急地聚集在入口处 不时将目光投向东方 他们是大祭司率领的那些人的亲属 同时也是月城绝大部分人的代表 终于 一点点火光浮现 大祭司尼姆 带着鲁斯等人 游远即近 回到了月城 一个男子迎了上去 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姐姐 发现他脸上 还残留着些许泪痕 这位不是畸行者的月城居民 感受到了弟弟的注视 难以遏制心中激动地张开了嘴巴 未雨泪先流 神 神来拯救我们了 他哭了起来 哭得很伤心 哭得很肆意 第七十章 一块木布 神 神来拯救我们了 那带着哭腔的话语 回荡在月城入口处 听得等待的居民们 一阵恍惚 备受震撼 凝固的灰白雾气边缘 静静燃烧的火堆旁 又吃了一轮蘑菇的克莱恩 削掉手中的铁黑掌签 抬头望了掩月城大祭司尼姆描述的那个深坑所在的方向 他随即探出右手 轻轻一薅 拖出了一刻钟前的自己 彼此对视了一眼后 克莱恩本体急速消失 进入了历史迷雾里 黄奔到第一季前 坐于层层叠叠的旧日都市之上 他的历史恐隙影像站了起来 啪啪莲打响指 在一道道窜声的赤红燕流里 闪现往目的地 等到山丘变成的深坑已近在咫尺 克莱恩停了下来 谨慎地又伸出右掌 将过去的密偶丘纳斯 科尔格从虚空里拖了出去 这个硬汉外形的多罗伯爵脸部肌肉一阵蠕动 飞快变成了另一个格尔曼 斯帕罗 他一手从历史迷雾里拿出了斩马灯 一手揉起鹅脚 小声咕弄道 为什么密偶也得变个样子 这里又没有其他人在 不能养成强迫症 几秒之后 这密偶投影提着散发出昏黄光芒的马灯 一步步走向了不远处的深坑 光芒浮动间 克莱恩看清楚了目标地点 发现它其实并不深 最底部与地面的差距不超过两米 当然 如果与原本的山丘比较 这改变确实足够大 深坑内部 泥土光滑 加着少量石头 周围长了不少变异的扭曲的难以分辨品种的植物 看起来与其他地方没太大区别 观察了一阵 以悄然开启灵视和灵体之线视觉的克莱恩 缓步进入深坑 预备按照规划的路线 将每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地方都绕一遍 走着走着 他眉头微微皱起 移了一声 他发现自己的念头转动 出现了一定的治缓 却又不会影响到思考 这就像是睡太多后 刚起床时的状态 脑袋闷闷的 思维不够活跃 这是一个人 平时也偶尔会出现的情况 其他途径的非凡者 或许无法察觉 但作为占卜加途径的半神 克莱恩能明显感受到异常 如果进一步深化下去 就接近密偶大师操纵灵体之线 带来的反映了 乌岸魔狼科塔尔遗留的影响 不对啊 如果是他无意遗留的 说明他当时呈现出了 完整的神话生物形态 那月城的调查小队 早一个个崩溃失控了 若是他有意遗留 这么做的意义在哪里 告诉别人 他来过 克莱恩颇感疑惑地走了一圈 没发现别的异常 想了想 他躲在第一季之前 某个历史孔系里的本体 逆走四步 送念皱纹 进入了挥舞之上 他要做一次占卜 有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有了月城大祭司尼姆的描述 和实地的勘察 有了点亮的历史碎片帮助 克莱恩相信 占卜的前提条件已基本具备 这不能说足够 但勉强可以让他试一试了 而且 若山秋变深坑的事件 真的与元宝 与他本人有关 那占卜的成功概率 会大大提升 其实会非常清晰 不受干扰 为做思索 早就考虑好细节的克莱恩 做到了语者那张高背椅上 具现出暗红色的原副钢笔 和偏黄的羊皮纸 刷刷写道 第五纪1349年6月28日 这个地方发生的一变 放下吸水钢笔 克莱恩左手一抓 从历史迷雾里 拿了坨深坑泥土出来 以此作为占卜媒件 一手握着泥土 一手拿着那张羊皮纸 他靠住一背 低念了七遍占卜语句 然后借助冥想 进入了沉眠 灰蒙蒙的梦境世界里 克莱恩看见了那片 灰白的凝固的雾气 看见了那几十米高的山丘 看见了周围扭曲变异的植物 几秒后 那片雾气突然有了明显的蠕动 飞快吐出了一道黑影 那黑影仿佛一块巨大的 天鹅绒木布 疯狂吸收着周围所有的光线 它带着半透明的状态 越变越大 彻底笼罩了那个山丘 山丘随之消失 连根不见 只一留下一个深坑 同样被覆盖的深坑边缘怪异植物们 木布的不同区块 木布越来越透明 越来越虚幻 最终到了肉眼无法看见的地步 若非有灵体之线昭示实际情况 克莱恩也发现不了木布 就那样覆盖在深坑表面 画面闪烁 梦境扭曲 新的一幕呈现了出来 五人组成的月城巡逻队 靠拢这边 发现山丘不见 多了个深坑 他们停下脚步 毫不犹豫就转身离开了这片区域 没鲁莽地上前调查 不知过了多久 另外一个方向上 突兀冒出了一道巨大的身影 那是一头覆盖幽暗短毛 长了八条腿 足有四五米高的魔狼 这魔狼额头 有一撮灰白的短毛 唇黑的瞳孔 占据了眼睛至少四分之三的空间 正是为显现 完整神话生物形态的 乌暗魔狼科塔尔 乌暗魔狼抬起脑袋 张开嘴巴 似乎嘶吼了一声 但却没带来任何动静 下一秒钟 他身前多了一道身影 那是另一个他 这乌暗魔狼的历史孔隙 影像八只腿 轻轻一蹬 瞬间就抵达了深坑旁 他环顾一圈后 小心翼翼地低头 叼起了那块完全透明的 让整个山丘消失的幕布 这幕布突然活了过来 飞快收缩 倒卷上去 缠住了乌暗魔狼 如同给他加了一身 半黑半透明的衣物 乌暗魔狼轻轻颤抖了一下 似乎两三秒间 就变成了衣物的傀儡 但这只是历史孔隙里的影像 下一个呼吸 就被本体解除了维持 直接消失 幕布失去支撑 瞬间摊陷 摊开在了地面 乌暗魔狼科塔尔没有放弃 时而转化周围的怪物为密偶 时而召唤历史投影 让他们一次又一次上前 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失败 但最终 他的新一批密偶 还是拾取并控制住了那块幕布 这整个过程 没有一点声响发出 仿佛在表演一场默剧 接着 那巨大的魔狼 让密偶们带着幕布 靠近了自己 就在这时 附近的灰白雾气再次蠕动 形成了一个堪比山丘的漩涡 这漩涡散发出无形的犀利 让那块奇特的幕布 和乌暗魔狼科塔尔 同时投了过去 这样的场景 导致克莱恩的梦境画面 出现了一道道实质的波纹 蹦裂出疏不清的光点 让他难以看清楚具体的细节 等到一切恢复正常 乌暗魔狼科塔尔 披着透明的幕布 飞速远离着重新凝固的雾气 而这时 岳城调查小队抵达 看见了这古代 从神院去的身影 科塔尔瞄了他们一眼 位座停留 消失在了黑暗深处 至此 画面破碎 梦境结束 克莱恩醒了过来 他坐着身体 手指轻 敲起斑驳长柱的边缘 无声自语道 那片凝固的灰白雾气 在我抵达前并不是 没有发生过一遍 只是岳城的看守者们 未曾发现 毕竟这雾气 颜免了不知有多长 灰白雾气吐出来的那块幕布 是什么东西 大的时候能覆盖山丘 让它魔术一样 变成深坑 小的时候 可以成为魔狼的衣物 将它转化为傀儡 有点像占卜家 图进的高层次物品啊 它被吐出 是因为我进入灰雾之上 与元宝完成了绑定 它似乎能将周围的植物 也变成自己的密偶 这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对了 在迷雾小镇内 房间内做好的食物 是有问题的 都有灵体之线长出 延伸向最核心的那座教堂 一旦将它们吃下 整个人就会瞬间蒸发 消失不见 嗯 这是被悬挂到了教堂内 成为了密偶 也就是说 到了奇迹师 或者鬼秘侍者未接 可以让植物 让曾经具备灵的东西 长出灵体之线 以此将它们变成密偶 那块幕布 是奇迹师 还是鬼秘侍者的非凡特性 看万魔狼的表现 很可能是后者 这就是那份鬼秘侍者 特性长期失踪 只有线索 没谁能找到的原因 在元宝有主人前 灰白雾气 会不自觉地吸引三条 途径空余的高层次特性 将它们包容起来 这是试图做什么 那份吸力真的很强啊 把万魔狼科塔尔都吓到了 顾不得停留 只想逃跑 他在怀疑什么 畏惧什么 一番分析后 克莱恩脸上 逐渐多了几分振奋之情 如果能成功狩猎万魔狼 这位天使层次的存在 那将是一场 无与伦比的丰收 当然 拿到那块幕布后的万魔狼 绝对比以往更加难以对付 克莱恩在这件事情上的把握 又降低了不少 思绪电转间 克莱恩豁然记起了一件事情 从时间节点看 万魔狼抵达北方城邦 一进诺斯时 明显已经得到了那块幕布 他将全城转为密偶 制造一个傀儡之城 不是为了定居 不是为了积累帮手 是在准备鬼秘逝者的仪式 怪略的仪式